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下一个呢 又回到了黄色的正方体 那在下一个我们就知道它是绿色的长方体 好 所以呢 在下一个呢 一定也是黄色的正方体 好 那接下来呢 又一定会是绿色的长方体 所以呢 我们就要回答说 接下来出现的是长方体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 好 最先出现的呢 是蓝色的正方椎体 好 然后呢 就是球体 好 那下一个呢 又回到正方椎体 再下一个是球体 好 所以我们知道它的规律了 所以球体以后一定是正方椎体 然后到球体 正方椎体 球体 所以呢 答案是 接下来出现的是球体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习题 他说 圈出接下来出现的立体图形 好 跟刚刚下面是 刚刚上面是一样的哦 那我们来做做看 好 这里呢 最先出现的是黄色的正方体 下一个呢 出现的是球体 好 再来右边层 正方体 球体 正方体 球体 正方体 所以答案是球体 那我们把它圈起来 那接下来下面这个呢 留给小朋友在家做哦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模型 好 那这里呢 有两位小朋友 他们呢 利用不同的立体物件 组成了不同的模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小男生 好 小男生呢 他利用了四根黄色的长方体 这边呢 四根黄色的长方体 还有这个正方锥体 组合成一个房子 好 那我们看一下小女生 她制作了一个机器人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她利用两根黄色的长方体 当作是机器人的脚 她再用一个正方体 做成了机器人的身体 好 那再来呢 她利用两根绿色的长方体 做成了机器人的手 最后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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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拿了一个球体 变成机器人的头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面的洗题 模型会用到的立体 请打勾勾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个房子的模型 那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绿色的这个 好 这是长方体 接下来呢 哦 这个是正方锥体 还有呢 黄色这个是正方体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有吗 正方锥体 有 大勾勾 好 长方体呢 也有 大勾勾 那球体呢 没有 好 那正方锥体呢 也有 好 那我们今天的细题就到这里咯 那接下来老师会有一个任务 要给你们在家完成 好 任务呢 很简单 好 那就是呢 请你们利用家里面的任何一个立体物件 组合成任何一种模型 然后拍照给老师看哦 你可以做成不同的房子 或者是不同的机器人 或者是车子 找到的任何模型都可以哦 好 那老师等你们的照片哦 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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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